因为第一年确实对赛逛 很多次参赛 到今年也确实对规则上会比较熟悉一些 当然也提到王浩指导 今天那个也是王浩指导生日 有没有一些祝福或者礼物 要送给王浩指导 希望王浩指导生日在这 这场比赛中的爆发恐怕无从谈起 这句话一经说出 便引发了无数球迷的深思 很多人或许会惊讶 为什么王储钦在成都混合团体 世界杯的连续两场比赛中 明明面对的是实力相对较弱的对手 却被临时安排去上场 这究竟是赛场调度的巧妙安排 还是一种别有深意的战略布局 答案 远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 如果仔细剖析其中的深意 背后隐藏着的 不仅仅是王储钦的无私奉献 更是孙颖沙在高强度比赛下 能够调整身心 并最终迎来最佳状态的关键因素 或许孙颖沙的感谢 正如一杯温暖的茶 虽未言明 却在王储钦默默付出的每一刻 深深酝酿 看似简单的赛场调度 背后却有着浓烈的战略色彩 在本次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的赛程安排中 王储钦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连续两场担任了临时攻 对阵的对手也并非强敌 许多观众都不禁发问 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太过于轻松了 王储钦这样打 是不是杀鸡用牛刀 的确 王储钦连打两场较为弱小的对手 这一现象在许多人眼中看似有些不公平 也让外界对国拼的赛场策略产生了疑惑 不过若从团队层面去思考 这一切又能得到另一种解读 事实上 王储钦的连续出场 并非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安排 而恰恰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替补计划 国兵教练组对孙颖沙的体能 做出了精准的预测 考虑到他的高强度比赛和连续作战的压力 恰当的休息 以成为他保持最佳竞技状态的必要条件 而此时 王储钦的站出来承担更多的比赛责任 无疑是为孙颖沙争取了宝贵的调整时间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调度 更是队伍战术智慧的体现 王储钦愿意承担起这种临时功的角色 不图个人的荣耀 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着想 而这一切的背后 正是为了让孙颖沙能够保持更充沛的体力 和更清晰的头脑 迎接接下来的更加艰难的比赛 人们无法否认 孙颖沙作为国兵的女单一姐 在赛场上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她的每一次出场 都会引起全场的喝彩和关注 可是竞技体育的高强度要求 决定了即使是魔王级别的选手 也需要休息和调整 而就在这样的时刻 王储钦的无私奉献显得尤为宝贵 王储钦的世界第一地位 让他完全可以只参加重要的赛事 甚至选择避开这些相对轻松的比赛 节省体力 维护个人状态 但王储钦并没有选择如此自私的方式 相反 他主动要求增加比赛负担 愿意为团队分忧 帮助孙颖沙争取到更多的调整时间 在这场无声的团队博弈中 王储钦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背后默默付出的最佳配角 他所做出的替补决定 正是支撑孙颖沙能够更好状态迎接挑战的关键 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练习机会 王储钦在赛后的一番话语 透露出他内心的成熟与谦逊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王储钦完全可以将自己置于顶尖选手的光环下 要求更高的待遇和更轻松的赛程 但是王储钦没有这样做 反而选择在这场比赛中出场 承担起更多的比赛任务 帮助整个团队达成最终的目标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对于他来说 比赛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誉 更多的是为了团队的利益 为了帮助队友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王储钦 作为顶级运动员的成熟与职业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所有的成功背后都离不开这样无私的团队合作精神 当王储钦面对看似轻松的对手时 他并没有掉以轻心 而是全力以赴将每一分都当作最宝贵的练习机会 这种态度不仅让他自己能够持续进步 也帮助了整个团队维持了最佳状态 王储钦的出场无疑为孙颖莎的调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而在场下 孙颖莎对王储钦的每一次胜利都充满了感激 在比赛的休息时段 他时常用热烈的掌声为王储钦加油 这种相互间的支持 不仅让场上气氛更加和谐 也让整个国平队的凝聚力更加牢固 孙颖莎知道 王储钦的无私付出 是他能够在后续比赛中保持良好状态的保障 而王储钦也在他每一次的加油中获得了动力 这种团队间的默契与温情 是许多球队无法企及的 他表明 国平队的成功 不仅仅在于每位选手的个人实力 更在于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与信任 在他们的世界里 胜利不仅仅是通过单打独斗获得的 更多的是通过团队间的互助与支持达成的 有人说 王储钦这两场比赛打得有点不公平 面对较弱的对手 他本不需要全力以赴 但实际上 在团队合作的世界里 这种看似普通的付出 才是最伟大的贡献 在竞技体育中 往往是那些看似平凡的付出 成就了最不平凡的团队成功 王储钦不图个人的荣誉 也不寻求外界的赞扬 他只是在背后默默地为团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一点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团队精神的真正含义 国兵队的成功 从来都不是某一位选手单打独斗的结果 而是每一个成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 齐心协力的结果 王储钦的无私付出 正是这份精神的缩影 他的行动证明了 在追求胜利的道路上 最伟大的胜利 不在赛场上 而是在每一位队员心中 在成都的赛场上 王储钦连打两场看似轻松的比赛 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团队智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孙颖沙争取到了宝贵的休息时间 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平队伍之间紧密的合作与支持 这种不显山不漏水的贡献 正是团队能持续成功的重要因素 王储钦无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面旗帜 而孙颖沙的成功 则离不开王储钦这种无私的支持 希望在未来的比赛中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温情瞬间 因为正是这些点滴的努力和默契的配合 才让国平始终屹立于世界之巅 与此同时 每当比赛上头 心情失控时 王储钦的心中总有一个人 能在最紧要的关头 为他按下暂停键 那个人就是孙颖沙 这句话 对于许多关注中国乒乓球的人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在场上 王储钦和孙颖沙的默契配合 是他们能够征战世界赛场 获得荣耀的关键 而在场下 孙颖沙更是王储钦情绪的稳定计 无论面对赛场上的紧张局面 还是个人的情绪波动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 带给他安慰与力量 这段搭档关系 远非简单的混双配对 他更是一种无言的情感交流 和心理支持 对于王储钦来说 孙颖沙不仅是搭档 更是他在赛场上的依靠和情感的港湾 特别是 在那些关键时刻 王储钦的焦虑与急躁 往往被沙沙的冷静与支持所化解 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维系着两人之间那份无可替代的默契 也在无形中支撑起了王储钦的心理状态 他是他情绪的稳定计 而他在他的支持下 才能够重拾冷静 继续迎接挑战 王储钦性格中的急躁 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曾多次在比赛中 因为情绪波动过大 而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从赛场上的激情 到一起风发 再到情绪的失控 王储钦的比赛 有时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波动 尤其是在比分胶着 压力山大的关键时刻 王储钦容易因为过于急切 而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 甚至自己也会在心态失衡的情况下 给自己脑袋来一巴掌 以此来试图恢复冷静 在这种时候 孙颖莎的出现 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王储钦情绪暴躁 焦虑满怀的时候 莎莎总能在第一时间 察觉到她的异样 并迅速做出反应 她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只需用温暖的眼神 或者轻轻的安慰 就能让王储钦迅速平静下来 莎莎的存在 像是一种心理暗示 让王储钦找回自我 恢复比赛的节奏 有时候 她甚至会通过细微的动作 来安抚王储钦 简单的一个眼神 一句鼓励 或者在赛后轻拍她的背部 都是她用来传递情感支持的方式 这种细腻的关怀 是在多次比赛中 逐渐积累起来的默契 而这种默契 成为了他们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 巴黎奥运会是王储钦和孙颖莎搭档混双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那场对阵朝鲜队的决赛中 由于不熟悉对手的打法 两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比分一度陷入胶着 王储钦的情绪随之上升 失误开始频繁出现 原本自信的她陷入了困惑和急躁之中 眼看着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王储钦的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 心态的波动几乎要将她带入失误的深渊 然而 在这个关键时刻 孙颖沙向一位老恋的心理调节师 迅速察觉到了她的变化 她在场上不断地鼓励她 安抚她的情绪 冷静一点 我们能行 沙沙的言语并不华丽 却有一种深深的力量 当她不断地用微笑和鼓励为王储钦提供支持时 王储钦的情绪逐渐平复 比赛节奏重新恢复了平稳 最终 他们成功地战胜了对手 拿下了混双金牌 这场比赛 不仅仅是两人的技术较量 更是情感的默契和相互扶持的见证 这场决赛的胜利 不仅因为他们的默契配合 更因为莎莎为王储钦提供了心态上的支持 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 王储钦也能依赖莎莎的安慰与鼓励 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 正是这种无形的支持 成为了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其实 王储钦和孙颖莎的默契 并非一蹴而就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 早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 两人便已展现出深厚的情感基础 那时 王储钦正处于低谷期 连连失利 信心严重受挫 而就在这时 孙颖莎不惜以哄小孩的方式 鼓励王储钦 做出了一个独特的承诺 我俩说好了 打得好 我就给你捏一下 这种看似轻松 却充满情感的玩笑 成为了王储钦走出低谷的动力之一 莎莎的承诺 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 每次她这样说 王储钦的心情 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那时的王储钦 正在经历职业生涯的波动 而沙沙给予她的 不仅仅是作为搭档的支持 更多的是一种 情感上的安慰与稳定 她了解王储钦的脆弱 也知道如何用细腻的方式 去鼓励她 让她在困难中找到希望 这一点 在2018年青澳会上 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 比赛过程中 王储钦因为一场失利 加上裁判的争议判法 情绪几乎爆发 当时 她已经开始与裁判理论 情绪失控的迹象非常明显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孙颖莎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用轻拍王储钦的背部来安慰她 那一刻 王储钦瞬间从愤怒转为冷静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显然 莎莎的存在对她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中的搭档 更是她情感上的支柱 王储钦和孙颖莎的默契 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 队友们也早已注意到了 他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 延安作为队中的老将 曾亲自给两人之间的默契 打上了一个标签 莎莎就是大头的情绪稳定计 这一评价 看似简单 却道出了两人搭档关系的真谛 在队友的眼中 王储钦的情绪波动 正是她作为运动员的一部分 而孙颖莎的冷静与支持 恰恰是她能够克服这些波动 取得成功的关键 她在王储钦急躁 失控的时候 恰如其分地给予她安慰与力量 而王储钦对孙颖莎的依赖 也说明了他们之间 那种无言的默契与深厚的感情 这种默契并非一朝一夕 而是通过无数场比赛 无数次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逐渐形成的 王储钦和孙颖莎的混双搭档 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大亮点 两人不仅在技战术上配合的天衣无缝 更在情感上深深依赖彼此 孙颖莎用她的冷静和细腻 成为了王储钦情绪上的稳定计 帮助她克服困难 取得胜利 无论是在紧张的巴黎奥运赛场 还是在雅加达亚运的低谷时刻 孙颖莎的安慰与支持 都让王储钦找回了自我 而这种情感的默契与互相扶持 成就了他们共同走向辉煌的道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评家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